好莱坞小剑人记住是推荐的剑哦 我是主持人子萱 今天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电影《光年正传》 你们还记得让全世界观众认识皮克斯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吗 没错正是1995年的《玩具总动员》 不用怀疑《玩具总动员》也是皮克斯的第一部长篇动画 至此让皮克斯一炮而红 其中里面的主角双雄也正式出道 伍迪和巴斯光年两位好基友 带着大家走过了往后精彩分城的《玩具总动员》系列 巴斯光年更是因为耿直而有些自负到可爱的性格 迅速圈粉无数有着遥远太空梦的少年们 这么受欢迎的巴斯光年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出过了衍生的个人动画电视剧 巴斯光年的冒险使命 不过受限于年龄层和当时的播放范围不太被人熟知 今年这部皮克斯迪士尼打造的大电影《光年正传》 算是真正讲述了巴斯光年作为太空骑士的起源故事 那么这部《玩具总动员》系列的衍生动画品质究竟如何呢 在迪士尼发布的一支纪录片中 就有详细描述了《光年正传》开发的过程 在没看电影之前 最让大家期待同时也是最担忧的就是巴斯的配音 由此前的那极局辨识度的磁性低沉嗓音 蒂姆·艾伦换成了美国队长的饰演者克里斯·艾文斯 在访谈中虽然蒂姆·艾伦有说到没有不继续制作配音的理由 不过我们用脚趾头也知道巴斯换成美队来配音 势必能收获更多观众的注意 看完电影以后虽然我知道蒂姆·艾伦的配音经典无可取代 但是老实说美队完成的也非常出色 他并没有完全用自己平时说话的音调 也没有刻意去模仿蒂姆·艾伦 而是平衡了两者之间 从而塑造了属于美队声音的巴斯 那为什么要选美队做这次电影的配音呢 看了电影之后你就会明白 首先巴斯的人设就和美队很接近 他们都是队长一样的职权和设定 再者电影里的时间跨度的设定 也和美队的经历十分类似 算来算去美队确实挺适合担任巴斯的配音 影片的开头就解释了 1995年玩具总动员主角安迪 就是因为看了这部光年正传的电影 才被巴斯光年圈粉 影片时间背景放在星际时间3901年 巴斯是人类隶属于星际总部 它所在的大萝卜造型的星际飞船 正在前往一个预定好的观测星球 这个星球各项指标都能满足人类的 星际移民定居需求 那此时飞船所有人都处于休眠状态 飞船也按照预定轨道在宇宙航行 不过突然飞船检测到宇宙中的异样 于是驾驶中心被激活 紧接着巴斯被唤醒 那大伙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没错 这就是模仿致敬了1979年的异形开场 一艘飞船在船员都休眠状态下航行 但是突然飞船收到怪异信号 并且唤醒了船员 光年正传玩了这么一出 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人联想到异形契约 此时飞船检测到附近有一个星球也同样具备人类生存的条件 并让队长巴斯做出选择 继续去更为遥远的预定星球 还是到附近的那颗星球去试试水 那巴斯就选择了后者 于是大萝卜停在了那颗星球 和巴斯一同前往的是总指挥官一齐 也正是因为这位女士的同性设定 让一些国家和地区选择不上映这部电影 那一些国家就算能上 比如说新加坡也会给这部电影打上M16 这对于一部迪士尼出品 皮克斯制作的动画片来说 还真的是挺罕见的 咱们说回电影 巴斯他们在星球上没有停留多久 就发现了这颗星球的植物藤蔓会吃人 而且巨型的飞行昆虫也不是太友好 这颗星球动植物都过于凶猛 并不适合人类定居繁衍 于是他们在受到攻击之后执行撤退 巴斯过于自信想要独挑大梁 结果在起飞时还是估算错误 导致飞船出现意外 整个大萝卜号出现致命故障 被迫留在了这颗星球 飞船此时需要一种超空间燃料 才能进行远航 而这种超空间原料 需要进行超光速飞行接近恒星才能最终合成成功 于是飞船的所有船员只能先在这颗星球暂时定居下来 一年后靠着大家的努力终于造出了可以接近恒星的战机 并实验出了可以进行超光速的燃料 只需要巴斯进行4分钟的光速飞行采集 就能成功获得大萝卜号远航的超空间燃料 于是巴斯进行了第一次实验飞行 结果因为超光速燃料配比出现了问题 导致任务失败 回到星球的巴斯这时却发现 由于它接近恒星并且以极快速度飞行导致时间膨胀 它驾驶的4分钟相当于星球的人们生活了4年 而巴斯却不愿意放弃 不断做着飞行尝试 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巨大的 它每次飞行虽然历时4分钟 但却是星球上的4年 说好的4年 但是4年之后又4年 4年之后又4年 每次巴斯出任务回来 都能感受到时间在它的队友间飞速的流逝 务失人非放在巴斯身上再合适不过 就这样巴斯飞了十多次均以失败高中 曾经的大萝卜号和人们在这颗星球整整呆了62年 指挥官一齐结了婚 有了孩子 孩子长大了 大学毕业了 成了家 现在一齐连孙女都有了 而在巴斯62年之后的一次飞行回来之后 被先上任的指挥官叫停了该计划 因为他们已经认可了这颗星球 决定把这颗星球当作人们未来最终的家 但是巴斯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他依然坚持着想要带大家离开这里 而正好他的宠物机器猫算出了超光速燃料的正确配方 于是巴斯决定冒险再试一次 而这一次巴斯成功达到了光速100% 并合成了最终的超时空燃料 但是当巴斯回到星球之后 因为光速100%时间膨胀厉害 22年过去了 而星球却有着更大的危机在等着他 先说总体观感 光年正传是一部较为优质的动画电影 影片中一些不经意的小设计会让你觉得 这很皮克斯 有着皮克斯专属调性顽皮且具有创意的巧思细节 影片前三分之一 也就是我上面说到的那些剧情内容 节奏把握和情节的跌宕起伏都做得非常顺滑 巴斯相对静止的时间和他面对好友转瞬即逝的变老 情感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正当这些都拉满期待之后 影片后面三分之二的剧情 开始和前面三分之一形成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割裂感 这种割裂感如果和时光穿越一样 你可以说经过了三分之一以后 整片开始了 也可以理解成为前面三分之一拉满高期待 但是却似乎在之后的剧情没能完成这样的高期待 而逐渐进入了俗套化的公式里 这里并不是说后面三分之二很差劲啊 论质量其实影片还是一直在线的 但是为何这么说是审视的标准 后面的剧情发展上再也没有能给人各种出乎意料和经验 而是变成了一场中规中矩的大冒险 三分之一之后才出现的一系列其他主角圈的角色 也让我觉得进场太晚 再加上其中一位塔一家维迪提配音的老莫的猪队友操作 让人觉得为了推动剧情或者搬出一个将错就错的大道理 大可不必 虽然剧情场景过于公式和有些许的割裂 但是就巴斯的人设来说是完整和具有强烈弧光的 这也是皮克斯最强项的地方 主角人设的心路历程的丰富立体完美走势 营造的恰到好处 巴斯由一开始是一位有些自负而且一意孤行的人 渐渐在集体中找到了更多的自我存在的价值 英雄并非不需要帮助 有时候团队作战更能凸显自身的重要 皮克斯总是细腻的用一部电影的时间 告诉观众一个简单但是却回味无穷的道理 接下来就是完全的剧透 因为我想试着解析一个关键的迷思 巴斯光年成功获得超空间燃料 回到所在星球之后 想联系总部结果却发现 人类总部被一架神秘的巨型飞船攻击 这艘飞船不断派出机器人来攻击人类 而那里的老大是玩具总动员系列的反派 佐阁大魔王 佐阁的目的就是要拿到巴斯成功获得的超空间燃料 而这时巴斯在对抗佐阁的过程中遇到了曾经老搭档一齐的孙女 还有其他两位队员 于是四人再加上巴斯的宠物猫组成了任务小分队 一起去对抗佐阁大魔王 在这过程中巴斯遇到了诸多不顺 而更让他意外的是 这位佐阁大魔王重视他未来的自己老年版的巴斯 这也算是第一次解释了玩具宇宙佐阁大魔王的真实身份 顺便回应改编一下当年玩具2调侃星战 我是你父亲的狗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巴斯呢 原来当时巴斯在成功进入100%光速之后 就撕裂了时空 产生了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 老年巴斯想利用超空间燃料回到过去 让当初大萝卜号顺利飞出星球 远航到既定星球 但是这样的话 84年间在这颗星球的人们 以及他的后代 所有的一切将不复存在 因为经历不一样 所持有的价值观和感悟也截然不同 年轻巴斯要阻止老年巴斯这么干 于是之后就没什么了 基本就是组团打boss 最后感悟人生哲理 人们经过84年和这颗星球的融合 也渐渐产生了感情 将错就错也是一种缘分 经过了三代人的扎根发展 星球已经有了规模和城市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其实这样聊下来 我觉得影片设定还是不错的 但就是在推行进展的过程中 还是缺少了皮克斯应有的灵动性和戏剧张力 说句大白话 整部电影看下来 就差那临门一角 就能引起观众的共情和共鸣了 总的来说 《光年正传》依然是质量很硬的作品 但是对于触碰心灵软的方面 还是和玩具系列 尤其是前三部差了一段距离 好莱坞小剑人记住是推荐的剑哦 我是子萱 还想看什么电影 留言告诉我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 并且订阅格律传媒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